巴拉巴拉 是土豆 土豆 土豆你在哪呢 难不成在前面 哎呀谁呀 怎么老是挡我的路 是你吗土豆 嗯 为什么我长在鸡眼里面 这是怎么回事 土豆我问你话呢 巴拉那不是我 你不早说 他现在来攻击我了 没关系 这个是走路生鸡眼生存 你每走一步路 都会生成一块鸡眼 你用鸡眼阻挡他的攻击就行 挡 挡不住啊 他太凶猛了 哎 不过可以越跌越高 点到空中去躲避他的攻击中心吧 好嘞啊 土豆你在哪啊 你往你的后面看看 是不是有一个空间传送站 我就是通过这个空间传送站 来到了烈焰星 结果 碰到了大黑龙 而这个空间传送站的入口 被你封住了 所以你有责任过来救我 让我看看 真的耶 这附近全是鸡眼 已经进不去了 那我怎么过去救你啊 看来 你只能找一个新的空间传送站了 这倒也不难 行 那你等着吧 我现在就去找 有了机研 我可以随意在空中行走 虽然有时候会有点失误 但是不碍事 等等 我怎么感觉哪里不对 是啊 如果要找一个新的传送站 我还得重新合成能源核心 激活传送站 再找到A级元件和各种材料 合成二级传送舱 才能去练艳星 对啊 对你个头啊 你是想累死我呀 看来我还得回去一趟 你回去干嘛 你傻不傻 我把二级传送舱 和能源核心 都给挖下来 重新在外面传送不就可以了 有道理 其实之前我就想到了 只不过 我就是想考验考验你 看看你聪明不聪明 没想到 你现在才领悟 哎 简直是太笨了 你 既然你伸出险境 我就不给你计较了 等我把这些铁块给挖完 你就可以得救了 等着我 这机研可真烦人 我帮拿走 它就在那生成 这样的话 它会把我挖开的路 给挡住的 看来传送舱 是被机研也埋了 只能挖个能源核心回去了 嘿嘿 成功 就是不知道 这里面的能源核心 还有没有用 土豆 你就不能说点好的 看我现在 用传送转轴传回去 然后再找到 下一个传送站 一般来说 传送站之间的距离 都不会太远 嘿嘿 到了 把我们挖到的装备 拿出来 啊 怎么回事 能源核心没用了吗 这 那我不是白挖了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真倒霉 传浪 你还要多久 怎么还不去找材料 土豆 我认真思考过了 我觉得 相比我辛苦的去找材料救你 还不如 提前用机研给你建个墓碑 看 这不就好了 你以后就将就凑合一下住吧 我实在是找不出活吧了 这太费事了 传浪 等会儿我真的要隔屁了 没事 你看 我这不踩着气烟过来 上天堂和你会合 那么 等着哈